等一下我發現說 剛剛我們看了一個砲台對不對 那這個好像有點比較小耶 很好喔 你問的這個問題很好 這是我們所謂的機槍陣地 那是後期才建的 不是流民船時代建的 那我們這裡呢 會放一個我們的砲 這是早期清朝的 我們所有的紅衣砲 紅衣砲 對 它呢比較特色的 這是我們的砲管 砲身 那有個砲車 那這裡呢有砲窟 那這是有一個門眼台 所以說就是點火在點 對 哇你好聰明喔 那這是砲鈕系環 那這是砲耳在支撐砲身用的 那比較特色的是 我們上面都有明文 欸真的耶 欸 因為早期清朝時代的那個砲 那個也是有管制的 不可以隨便亂造喔 它一定要奉誰 幾年 這是光緒二年 然後奉呢 是哪一個營來製造 那我這個砲呢 重多少多少重量 然後呢 誰製造的 降手是誰 副降手是誰 它都要明那個寫上去 因為萬一在操作的過程當中發生事情 這個降手呢 是要被砍頭的喔 所以一定要這樣子弄 那這個砲鈕系環呢 是在那個 因為我們的砲發出去 它一定會有貨作力 那這個砲鈕系環可以 讓它不要飄得太遠 找不到 那剛剛我們這個門眼台 會有一個洞喔 這個清朝時代的砲彈喔 不一樣就是它要把火藥先塞進去 由前面喔 前面塞進去 再把彈丸呢 再塞到那個火藥之前 那這裡會留一個隱信 那點火 把火藥發那個發射 那彈藥發射出去 那沒有那個爆炸威力喔 因為早期那個船都是木板造的嘛 它是把那個彈丸呢 把木板打破一個洞 讓船沉下去 所以它本身沒有炮那個 那個爆炸的威力喔 那個只是彈丸 那我們呢 這個叫做 炮彈呢 由前面進去的叫做前塘砲 前塘砲 那後來呢 到那個 到流民船時代以後呢 大部分買的都是後塘砲的 就是炮彈呢 直接由後面放進去 那個叫做後塘砲 當然有差別 前塘砲跟後塘砲 後塘砲到後面都改進了嘛 所以它的那個威力會比較 比較強 對 怎麼都空空的 而且是我發現說 如果這也是彈藥庫嗎 對是彈藥庫 可是跟我們剛剛看的 完完全全不一樣 它是比較沒有像剛剛那個是 看起來這裡有比較沒有被破壞的 比較嚴重 對 而且它的那個有些紋路都還在 對 不過好像跟剛剛看完全不一樣 就是它的那個構造 那個裡面的 裡面的配置喔 那我們呢 這個建築材料是取當地的砂岩 那你會看看白白的那個塗料喔 那是後來整修的 早期喔 清朝時代我們那時候那個 剛剛有介紹嘛 那個我們的水泥是 從外國進口 而且是很貴的 所以呢 早期它們 那個石頭與石頭之間的連鎖劑 是用我們所謂的山河土 山河土就是用我們的那個 蚵仔坎 我知道 然後呢 把它磨成粉 那再加上糯米 糯米 對 然後再加上烏糖汁 就是黑糖水 怎麼感覺上很像吃的東西呢 這是我們先民早期的智慧喔 你看那個已經一百多年了 有些還滿堅固的 還連 你看都還黏著在一起 所以下面那都還是那樣子做的嗎 有那個表面鋪面的是後來整修 用我們的水泥 可是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滿明顯的 那如果說比較不那麼明顯的 是以前那個我們用的山河土 下去連鎖的 那這個也是回製型的彈藥庫 那因為我們北炮臺區只有配備一座炮座區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那個地彈孔只有往那邊 只有開那邊 那個彈藥庫這邊就沒有炮臺 對 這邊沒有 那邊有 那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出幾個那個建築工法 這是我們所謂的釘字型的氣法 你看它的那個 砂岩跟砂岩之間 兩塊兩塊之間像不像一個我們的釘字 對 這個叫做釘字型氣法 那屋頂的部分就是有凹槽的地方 我們可以判定它當初它是堆木條 或者堆石條 然後上面呢 再那個做成屋頂 那上面再蓋我們所謂的隔堆 附土的部分 就是跟我們剛剛說那一樣 對 一樣 那其實呢 它上面的那個石頭 如果你去看一樣是石與坯的方式 建築的構想 跟剛剛的是大同小異 只是這裡的格局比較方正 對 那邊被破壞的比較嚴重 那這裡還保存著 比較完善 對 好長一個樓梯喔 對 從這裡下去就是我們中正路的路口 早期沒有這些石階 它是一個斜坡道 因為你想想看嘛 上面配置那麼多重泡在的 它是怎麼上來的 你有沒有想知道 所以說這個以前它是一個滑坡 斜坡道 那借助呢 就是一些牛啊 馬啊 把那個泡從三角下 拉上來 我們在判斷啦 因為那早期的資料都沒有 我們可能判斷呢 它借助受力 然後拉啊 人來推啊 或者是有個什麼鑿鏈啊 這樣把那些重泡拉上來 配置在上面 所以這條路是後來我們 基隆市政府整修 才做的那個石階 階梯 蠻長的喔 可以上到我們上面 下下到中正路 那現在我們要下去走銀門的地方 OK好沒問題 來請 小心喔 好長一個階梯喔 因為基隆多雨 所以呢難免會濕滑 所以會長青苔 那我們去年呢 基隆市政府有花了一筆經費 來做整修 這些都是後來才整修弄的 原本沒有 那常常有遊客喔 就來這裡走會滑倒受傷 所以我們基隆市政府 才在上面做這些扶手 在新商量照門 已經去年來 kole於 什麽 好好賺 觀賺 企業